简安乡重视原住民族的语言传承 陆续开办了辅导班协助民众来通过足语认证 今年首度开办了太鲁阁足语认证中高级辅导班 日前完成了训练课程 乡长游书真也颁发了结业证书 肯定学员们认真的心神 也预祝大家在12月份认证考试的时候都可以全书通过 简安乡重视原住民族语传承 积极辅导民众通过母语认证 今年首度开办太鲁阁足认证中高级辅导班 经过专业主义老师指导 13位学员认真学习要挑战中高级认证 我会用唱的或者是用跳的这样 就是这样有没有就用讲的 然后就有时候就会跟他们讲 这是你的头 他就会小孩子也会 因为你常常在讲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啊 那小孩子很聪明啊 因为常常会带着他们啊 因为过去就说比较少讲嘛 不像现在就是原民会也很重视这个 我们传承这个文化 那我们现在是在部落工作 所以要接触到那个长者 所以我们在沟通上比较有在地性的服务 这样在沟通上也会更进一步 那一来就是说也可以透过长者在那个 在地方语言上的沟通可以更能帮助我们 在服务他们的时候更好 乡长九属珍特别前往为学员交打气 也预祝大家在12月份的认证考试可以全数通过 我们看到了13位的族人要来挑战中高级的认证 其中有位74岁的大姐 是我们全国德鲁古组终极认证的这个冠军榜首 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3位的挑战者里面 都能够圆满达到自己的目标 承袭去年我们大满贯之后 也带来了我们足以推展的一个绩效跟成绩 当然在我们族群融合的现今 我们有很贴切的沟通的语言 但是我们的族群不能忘 希望能够开启多元共构的族群 在社区在部落推展 让我们生生不喜的文化 也让我们的族群得以传承到代代 希望我们吉安相公所 共同跟我们部落一起来努力 今年开出亮丽的一个认证的成绩单 有鼠真强调语言是文化的根基 透过族语认证 更要让传统语言可以代代相传 相公所会持续开课辅导民众取得族语认证 创造族群共融的乐活吉安 借旅会见相报道